看菜式吃飯 看菜式吃飯 各位, 今天我和嘉嘉樂很開心 因為可以看看星星師傅 做我們今天可以看看 順德名菜大糧炒鮮奶 是, 沒錯 經典菜式 但是由星哥出手一定有特別 可否說一下有什麼特別 我加入很大量的蟹肉 還有一個懶人 是 首先我想問一下什麼叫大糧 大糧是順德的地方名字 以前我們也叫鳳城 以前很多名廚都是順德出來的 以前廚出鳳城就在鳳城的地方 所以出名, 煮東西吃得好 對, 沒錯 要怎麼做 有什麼技巧? 技巧, 首先我們會輕輕拉油 這是什麼? 這些是攬仁 攬仁? 對 怎樣拉油? 我們先看看油溫 油溫要多少才可以加這個辣仁 大概100度也可以, 不用太猛 就這樣放進去炸? 對 想逼它的香味出來嗎? 一定要炸, 因為不會有脹氣味 好 我們就可以了 輕輕就行了 很快 已經轉了金黃色 是否不能完全轉色才拿 否則就會變黑了? 對 這是什麼果仁? 這是瓜子仁 是否所有瓜子仁都可以放進去炸? 都是做菜嗎? 這是特別的, 這是攬仁, 葵瓜子 所以這個菜有攬仁的香味 有鮮奶的甜味, 還有鮮肉的鮮甜味 沒錯 為什麼要用它? 它有香, 又鬆, 不會太硬 我們用紙去… 我意思是用果仁? 索紫仁 可以嗎? 不會太好 然後可以炸一下菜葉 這是什麼菜? 全部都要炸的菜葉 這是一些橄欖葉 我們用少許油, 油溫不要太黏 剛才炸了這麼多東西嗎? 因為油不是不能剃… 油溫太猛, 會… 你覺得很快焦? 對 知道 顏色會不會太漂亮 現在要… 降溫一下 降溫一下 對 放些菜葉, 小心會彈出來 會彈出來嗎? 對 我想不會彈到這邊 這個很快, 是不是? 這個也很快 為什麼要炸一下? 炸一下, 顏色會比較漂亮 而且要熟, 如果這樣煮, 會黏起來 但這個用小火, 不用小火 小火就可以了 對 去北方之後嗎? 沒錯 現在這個動作就拆散了 到什麼程度可以? 我聞到蔬菜的香味 現在可以了 它浮起來就可以了, 不客氣了 好, 這樣隔著 隔著吧 是 好, 我們就行了 接著下一步要怎樣? 下一步要發一下鮮奶 發一下鮮奶的意思是什麼? 先用鹽 先用鹽, 這個是鹽 我要把鮮奶調味 對 先調味, 這個是鹽, 是嗎? 放一匙 一水, 然後呢? 然後用糖 剛才是鹽嗎? 是, 一匙鹽 然後再加糖 糖 對 這裡 是 然後最重要的是生粉 生粉要多少度? 對, 全都加了 這裡大概一湯匙 份量重要嗎? 重要的, 如果不夠生粉 它就不會凝固 變成水溫溫 所以奶和生粉的比例是怎樣? 這裡一湯匙的荔排 荔排 我們這個大約四個人吃到 一湯匙 對, 六隻蛋 六兩左右的鮮奶 六隻蛋, 蛋黃 蛋白… 對, 蛋白 拿蛋白 對, 我們慢慢調味 這個做一定要事先下鍋前做的 對 我看你也是一邊攪拌的 對, 味道和生粉要均勻 完全沒見過人家做蛋涼 很神奇, 對嗎? 對 其實這個很簡單 它有點像菜旁蟹的感覺 菜旁蟹不同, 這個比較滑 菜旁蟹要爽的 這個多奶一點? 對 差不多了 好, 師傅, 下一步可以怎樣? 下一步加油 下一步加油, 是煮什麼的? 對, 兩湯匙左右 我們會先煎一下蟹肉 也要爆香? 對, 預先拆掉 因為有段時間冷了 是 我們先去爆一下 這是什麼蟹的蟹肉? 這是阿拉斯加蟹 這個比較簡單 我們可以在街市買到一條阿拉斯加蟹 不用… 比較簡單, 容易做一點 也對 又或者再簡單一點 有些不懂買蟹樓也行 其實呢? 對, 也可以 師傅, 師傅, 平時炒鮮奶 裡面是加什麼的? 也是蟹肉、瑤柱 給它加鮮味 我們現在要拌勻 好 炒了? 對 我這樣爆開就行了 技巧一定要慢慢炒 慢火? 要溫柔地炒 很適合你, 師傅, 師傅 你一直說話都很溫柔 適合你 是不是全程慢火? 對, 全程慢火就行了 這道菜不是很大鍋氣 對 很大動作 對, 一定要慢慢推 很溫柔 很溫柔, 師傅, 適合你 對 師傅, 師傅 即是稠了一層就推開它嗎? 對, 沒錯, 一層一層就推 千萬不要急, 一開大火就會焦 但這個技巧的目的 就是令它更滑還是怎樣? 沒錯 這個就是吃滑的和炸的不同 就是要慢慢推開它 很難拿捏, 沒怕過熟嗎? 對 對, 過熟又不好吃了 要馬上推開它還是要多等一會? 要等它剛才倒進去 就是蛋白剛好, 瘋了就可以了 我覺得有點像煎鵪梨一樣 慢慢推過滑蛋 像煎雞蛋一樣 但煎雞蛋是直接煎熟的 你炒蛋… 炒滑蛋一樣 對, 類似是滑蛋, 是嗎? 對, 沒錯 那是否一定要用這些鵪梨? 如果要慢火, 我們可以離一離火 這樣會更滑 是否一定要用這些圓的鵝才行? 炒是沒那麼好嗎? 圓比較好 因為它有深度 對 這樣看到了, 我們再調整小火 差不多了, 是嗎? 對 去到什麼程度才算可以? 讓它看到沒有水 而且感覺到它黏了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賣掉的意思嗎? 對 其實它在鵪梨鵝還有魚熱 都會繼續煎熟 對, 沒錯 但其他配料才是最後才放的 對, 放在表面上 即是裝飾 我們再開大小火 現在這個步驟是收一收嗎? 讓它熱一點, 吃下去辣厚一點 還有沒有那麼多水分 即是一開始已經調味 現在不用再加調味料了嗎? 不用了 其實我看來真的有點像炒滑蛋 它的質感很好 對 這樣就熟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嗎? 對, 很簡單 這個在家製作也很簡單 好像名字很威風 對 今晚炒到大娘炒鮮奶給你 現在很漂亮 你今晚做 先說一下地點 對, 今晚我今晚宴客 做大娘炒鮮奶 你看看 很威風, 像大廚一樣 對 而且這個名字是家傳戶曉 每個人都知道 但不是真正在家製作過來吃嗎? 對 你也有自己做過 我開嘗試… 西貢炒蛋 對, 我開嘗試 然後拿雞蛋炒 爸爸, 其實你應該拿鮮奶 你拿炒蛋 接著我們先加一些腩仁 炸了 這樣輕輕放在表面就可以了? 對 吃下去有不同的層次, 口味 是 剛才炸了菜葉 真的, 坦白說, 這道菜 我想除了食材 可能蟹肉比較貴之外 其他比較大眾化的價錢 對 但你去宴客, 朋友, 我覺得還可以 對, 家裡做這個菜非常簡單 還可以加什麼材料? 如果平時可以煮這個 想再豐富一點的話 可以加海鮮 白海鮮 除了蟹肉之外還可以? 對, 也可以 但蝦和蟹會出水 所以要多加份量去煮的時候嗎? 不需要, 其實海鮮加起來 也不會出水 如果做這個全部都要炸一炸? 對 最後加一些霍腿蓉 什麼?我來講 霍腿蓉 霍腿蓉 金華霍腿蓉, 是嗎? 對, 沒錯 但你這樣放盤後 整個感覺變得很明菜 對 因為蛋白沒有什麼味道 是 我們有其他配料 需要加什麼胡椒粉之類? 也不用 也不用 就本身鮮奶的鮮味 鮮奶的香味 其實會不會有人擔心 有時候蓋過鮮奶的味道? 太多配料相對不太好 對 有鮮奶的香味 它有鮮味, 有火腿 這樣就可以了 是 好的 還給大家這個大量炒鮮奶 太好了, 今天星姑就讓我們試吃了 很棒 很開心 不如吃吧 吃吧 星星師傅, 不如你幫我們煮吧 好 很棒 謝謝 很滑 已經試吃了 會再加一塊蟹肉 對 好…謝謝 吃吧 而且前天氣很冷 吃這些可能會暖, 胃肉更好 對, 感覺很溫暖 雖然這些菜不是… 這是活仔的 像大魚大肉一樣 對 但感覺很溫暖 是, 我不客氣了, 我先吃 來吧, 你看 原來加了那個… 這個是不是叫… 攬仁 攬仁呢? 很香 味道真的出了另一種感覺 對 但我這樣說, 蛋是很… 有奶, 炒蛋很滑 好, 很香 加上有一點火腿的鮮味 鹹鹹的 對, 本來蟹肉有鮮味 但蛋白沒有什麼味道, 加上鮮味 混合其他配料就會很香 吃了也有奶味的, 濃濃的奶味 我明白為何要做出一個簡單的牛奶 要加不同的配料 就是當你一咬下去的時候 有幾個不同層次 味道有男人的味道 有不同的層次 我都覺得呢? 很豐富 我想問問有什麼 最重要的技巧是煮這道菜的時候 我們的配搭最重要是鮮奶和蛋白的比例 最重要是加生粉 很多時候家庭主婦在家裡 不知道要加生粉 不加生粉會怎樣? 對 會炒不起來, 會凝固 不是蛋白本身也會凝固嗎? 不會, 一定要有生粉才會滑 這樣滑的話, 大部分都是來自生粉 幫它凝固 對, 沒錯 平時一定要用全脂奶嗎? 在信德大多數用水牛奶 但來到香港, 奶的保存比較難 所以來香港很少有水牛奶 所以用全脂奶 因為牡是這道菜的 在信德大多數用水牛奶 做一個普林的水牛奶 尷尬才是水牛奶 搭最多的水牛奶 使用全脂奶 使用人